直播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力要这么做啊 也是大力也是全往第一个走丝绸之路户外舞蹈的 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因为敦煌舞很多人认识了我 然后呢我需要我需要去尊重 去敬畏敦煌所给我带来的这一份流量啊 所以所以其实大力呢是从三周之前啊 自驾从成都来到了开启了我的丝绸之路之旅 那敦煌就是我的第一站 我在敦煌直播已经算是第三周了 还有还有差不多四场直播左右啊 大力就会带大家一路向西去往西域各个谷国 然后探索我们丝绸之路上的美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喜欢美景的 喜欢美女的 喜欢美人的 然后喜欢美丽的故事的 一定要记得给大力点点关注 然后交一交粉丝灯牌 都会在大力的直播间 然后给大家去分享 谢谢我 慕婷的花开浪漫感谢 哦 大漠的昼夜温差是挺大的啊 大漠的昼夜温差是挺大的啊 所以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大漠的一个必备的装备啊 来我要变个造型了 确实有点冷 确实有点冷了 群人放入插水中 阵断剃肠去云勇 自演本是京城里 驾载喀默凌夏日 时算收到琵琶茶 明智教坊第一步 臭霸曾教上财富 忠诚违败切入两度 古灵年少成蝉头 与去红小谷之数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来到大漠的话 就是来到大漠的话 这件衣服是必备的 好不好看啊 来到大漠咱们这件衣服是必备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昼夜温差太大了 我跟你们说 真的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太大了 我刚开播的那会儿还热得不得了 然后呢现在呢太阳完全下山了 就开始冷了 然后就开始冷了 对就开始冷了 好了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 把关注点上了 来我们把小星星点满 然后还差一千个关注 我们把关注也点满好不好 把小星星点满 小星星 礼物心愿的小星星点满 然后我们把关注也点满 然后再次最后在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力是来自成都的舞蹈主播啊 也是一名专注于丝绸之路的舞蹈主播 因为呢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力在室内跳敦煌舞 认识大力的 所以呢从三周之前 大力呢就是从成都自驾开始了属于我的丝绸之路 第一站呢就选择了敦煌 在敦煌我们已经在明沙山岳崖泉 阳关玉门关 然后包括张艺兴老师的飞天拍摄基地 以及敦煌的胡杨林啊 乃至我们今天的这个亚丹地貌啊 都有过几场的直播 我们在敦煌呢还会给大家带来四场左右的直播 就会带着大家一路向西去探索我们丝绸之路 属于往西域的美好了 所以我们没有给大力点关注的吧 关注点一点 感谢我郑爷开通的会员 谢谢郑爷 好我们现在那个还差一千啊 还差一千的关注 我们今天就可以破七十五万的粉丝啦 还差一千的关注啊 我们没有给大力点关注的吧 关注点一点 你们不想看丝绸之路的美景吗 不想看吗 来来来把关注点一点 带大家看思路美景了 来最后给大家看看能遇到班超吗 应该能啊 我已经看了好多班超的那个塑像了 来最后给大家看看风景了 现在就是只能是有剪影图了 因为这边的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 月亮已经高高挂起了 OK好来最后谢谢 最后谢谢感谢今天 感谢张慕婷 谢谢叶叶波 感谢郑爷 感谢安扯 感谢杀之怒 感谢我EL 谢谢我姜油 感谢治愈系 谢谢李斌 感谢直到 感谢今天所有上榜支持大力的公子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我们明天争取早一点开播 明天争取早一点开播好不好 因为亚丹她确实离那个敦煌城区太远了 我们从敦煌城区开车过来也需要两个小时 我们回去可能就需要两个半小时了 因为回去天太黑了 然后路上都没有信号 好你们如果是要来这边的话 来这边玩的话 一定要带一件跟大力一样的衣服 就是这件一样的衣服 因为晚上确实很冷 昼夜温差特别大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明天见 拜拜